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大聲鐘的頻道 今天我們介紹新彈池的機體 我們先看看新機體的數據 這部機體叫做地球高達 不知道今天大家看了新的動畫沒有 這部機體叫做光彈創鬥者 前往大戰 只是剛剛推出不久 這遊戲也同時推出這部新的主角機 我們可以一起看看這部新的主角機的數據是怎樣 我們現在看看它的頭部 頭部方面 因為上到2000頭就不是太好 詞彙方面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主角機加格鬥攻擊10% 第二個就是電腦適性 電腦類別的意思是什麼呢 其實暫時都是一個探究的階段 所以我都作出不了任何評價 你看到它主動機都是頭部火神爆 所以這個頭部除了外觀之外 其實是一般般的 我們現在看看新部 我們現在看看新部 如果你是新部內久力 最少上到2000才屬於一個高水平 觀光力也不是很理想 只有300多 防禦力方面上不到1600左右 都不算是一個高級的屬性 在數據方面 其實這個新部就不是太理想 零件特性方面我覺得是有用的 如果內久度40%以上的EX效果 提升22%是不錯的 但是整體來說 我覺得這個身體也是一般的 我們現在看看首部 首部攻擊力方面 如果格鬥攻擊上不到3000 數據也不算是最高級別 就是中規中矩 而防禦力方面 防禦力方面上到1100左右 防禦力方面上到1100左右 其實都算是高水平的 因為它說是格防和射防都上到1100 在防禦力方面不錯的 都屬於高水平的 所以其實這個首部 它除了格鬥和射擊防禦高之外 你說攻擊力、內久度也不理想的 零件特性方面有15%的機率 可以貫穿了超級裝甲的定義是什麼呢 真的不知道 這個我要慢慢研究 但是這樣看的話 這個手部也反而不是適合格鬥機 是適合一些防禦或者坦機用的 最少我覺得這隻手是好 比身部和頭部好 我們看看腳 腳方面就 內久力上不到1000 防禦力方面就上不到1500 都是要做中規中矩 零件特性方面 屬於雷射攻擊的話 可以增加遠距離的射擊的威力 真的我不太明白它說的定義是什麼 如果你有觀眾明白 或者可以理解得到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因為我理解到的就是 如果射擊攻擊力 威力提升20%就明 但是它前面加了一個遠距離 是不是意思就是 要駕駛員職業 是屬於遠距離 草氣那招炮才會加到威力 還是它普通射擊就已經加呢 這個我有少少保留的 所以你說這隻腳也不是太理想的 那看看背部 背部方面 先看看技能 有B加的雷射格鬥威力 那如果你說在彈池裡面 只有B加的威力 那我覺得就不是太好 這個技能 因為你始終背包 你最少上到A 這個才是中獎 但是你只有B加 就不是太樂觀的 但當然不是太差 那我覺得其他背包可以更加好的 那看看它的內久力 內久力都是上不到1000 但是反而格鬥射擊防禦 它上到1100 就不差的 屬於個叫做都叫高水平 因為現在你現時水平是1600 是最高 當然它說是單一個屬性 例如格鬥防禦1600 那麼射擊防禦就剩下700 那拉上保下如果有1100 來說我覺得背包不錯的 那我們看看這把武器 這把武器就只有3000弓 就一般的了 不是太理想的 因為現在暫時最高的武器 都3500攻擊力 那如果只有3100 就一般都算是高的 但是你說它沒有了一個主動技 得過零件特性的技能 是不是有用呢 它內久力40%以下 格鬥攻擊力的時候 減35點傷害 因為如果這個將它變成百分比的話 這樣就吸引很多 但是你純粹是減35傷害 就不見得太大影響 因為其實你一件配件內久力 最少都1000的話 我如果頭、身、手、腳、背五件 最少都5000 但是你只減35 那是不是有用呢 我覺得就 把劍是一般的 那我們看看這把槍 這把槍就是在剛剛動畫出的時候 最後那一幕曾經出現過的主動技能 叫充能射擊 那在這個動畫裡面 那個威力就十分之震撼了 但是你實質現在去到 Gundam Breaker裡面 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呢 那只是看到是威力得B加而已 貫通就會得一點 那看這把武器不是說太厲害了 如果你說跟高達那把雷射槍比的話 那我真的覺得高達那把槍 比這把更厲害 我覺得如果在新秀的角度來說 這把槍其實都屬於中獎的 排排的話 就 數據 初面 就 1600屬於中規中矩 那都算高級的級別 因為最高現在是2300左右 那他1600都拉上補下不錯 內久敵組一般真的只有700多 上不到1000 雙防方面是不錯的 但是你說零件特性 他加你的裝彈數量20% 未必就是每部機有用 所以這個盾牌我都覺得一般 那看完這部主角機之後 那我們可以看看這部機體 這部機體就是高達AGE系列的 叫做烈基路斯 看看頭部 頭部 頭部 射擊攻擊力為主 因為他攻擊力方面上不到3000 就是一般 但當然內久力上到1000 其實這個屬於半坦和半弓型的頭部 評價就是一般 那之後的新部 新部方面的數據 內久力上到1900 都屬於算很高的級別 除了內久力高之外 射擊攻擊力也能提升到700多 又不錯 當然在防禦力方面 差一點點上不到1000 但整體來說 內久力和射擊攻擊力 都有點加成 不差的 我覺得算是中獎 來的這個新部 看看他的技能 但技能方面威力一點 實際上就一般 技能就減少少分 但我覺得射擊來說 這個身體是有用的 隔機和坦機就不建議 射擊的話 也可以考慮一下這個新部 然後看看手部 手部方面 內久力 防禦力都上到1000 十分之不錯 我覺得這隻手部 能力吃3個數據上到1000 是非常之有用的 適合於坦機的 但是 你完全是沒有了 格鬥攻擊力方面 這個就 格機不用考慮了 這個真的完全是 給一些坦機用的 另外看了EX技能 都是威力得一點 但是他的彈數有11彈 感覺上又不差 好像可以拉上補一下 但是他的威力 是不是真的這麼差 就要實測才分別得到 因為他貫通也有A- 技能方面 我保持一般的評價 但是 能力值方面 我覺得不錯 這個手部 我覺得算中獎 如果在坦機的角度來說 之後看腳部 腳部方面 內角力都是上到1000 不差 攻擊力 因為腳部比較加得少 最高都加900多 那就一般 至於雙防方面 你只有一項是上到1000 就覺得感覺上差了一點 因為 現時數據最高 單一項數據都上到1700 如果你單一項數據 只上到1100 那就比較差 除非雙防上到1000 就是另一種說法 所以我覺得這隻腳部 就不建議 都是一個比較差的評價 零件特性 裝備軍刀的時候 EX冷卻技能 這個也是比較普遍 減EX技能冷卻時間 但是整體來說 我覺得腳部 差平 背部方面 狗力 十分高 上1181 都是高級的水平 攻擊力就一般 始終背部 都不會加太多 不是太差 那相防方面 只有一個屬性上到1000 另外一個只有700 就一般 不是太吸引 那看看技能 技能 技能都是得D的話 真的差一點 那他這招加龍 這招加龍 應該是浮遊炮的意思 那貫通有A 都一般 但是如果你威力上到B 的話 就更加理想 但通常他們的設定 就是你有威力的話 自然貫通就低 你有貫通威力就會低 所以如果威力真的上到B 或者C 其實這個技能 真的很厲害 那當然 我覺得一般 這個技能 那整體來說 耐久力高 但是雙防就不是太漂亮 那這個是屬於一般的評價 那最後我們看看磁彙 宇宙色聖咒 還有高達系列 高達系列 都很多機體 有這樣可以獲回一些防禦型坦機用 比較容易砌這個磁彙的 但宇宙方面 就比較難用 因為始終你們有時候打關卡 很少或者是特意去砌這些 一些宇宙啊 機地啊 或者電腦 這些真的很少砌 所以我覺得 詞彙方面 德國高達系列 是有用的 那我們看看支槍 支槍的話 就... 一般 他純粹是耐久力高 這個純粹又是給坦基用的 1100耐久力 射攻就上不到 4000耐久力 一般 3100耐久力 中高水平 但整體來說 這一支槍是 中級水平 中級評價 來的 但適合於坦基 坦基可以抽得過的 這一支槍 看看最後一件 最後一件 是... 盾牌 盾牌方面 內久力1000 OK的 不錯 但相防 都是... 單一個屬性上不到2000 就一般 只有1600的話 看看技能 都是得D的 這個技能 盾牌 就... 差差的 因為盾牌最高的數值 單項來說 2380 他單項只有1600 另外一個屬性只有700 上不到1000 真的差差的 這個盾牌 那現在我們介紹完這兩部活動機體 那有些數據可以給大家去看看 我認為哪個為大獎 哪個中獎 哪個就比較... 評價差的 那有以下這個表格給大家參考 那讓大家容易知道 究竟你抽了那個配件 屬不屬於中獎 當然啦 這個評價是純粹用自己的角度去看 那歡迎大家去討論這個機體 究竟屬不屬於 或者有沒有用 那希望可以令到一些玩家 更加清楚 今次的蛋池有哪些地方 或者哪一個配件是比較屬於... 好 或者比較抵抽的 但是暫時在我的角度來說 這個活動我都會留石的 不建議抽的 雖然是新的主角機 但是他真的沒有一把武器的技能 或者能力值是... 上到... 最高的級別 在現時的蛋池機體裡面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沒有那麼多石頭 可以在這個活動裡留一留 這條影片到這裡結束 如果大家覺得對這幾部機體有不同意見 歡迎在地下列地方留言 讚好或者訂閱我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